树和人的关系可以是怎样呢? 有没有想过一个人 可以透过分享种植的乐趣 去拉近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甚至保留一条村庄的文化? 这是一个想用种植去做传承的故事 有血肉有情感跟你伤痛 就算生活尖重 凡有伤空 还空四周的平重 是我生命中空 我时机喜欢摆摆树 把心移到树光上 用我的耳朵贴上去 闭目 慢慢跟他沟通 我会听到他的声音 和我心脏的跳动声 跟他连为一体 他会静下来,会静下来 思路会清晰 有些问题我可以解决到 Sam哥种的这棵余金子树 果实味道先苦口甘 代表着父母一代村民 辛苦开拓村落 自己得以安稳成长 江满田村一共有四段 我住在江满田村一段 在荃湾想去川龙和大墓山 都是其中一个必经之路 而我们江满田村 就在大墓山的脚 在千禧连之后 我们第三段 已经变为一个私人牧院 以前这里是纳入草公坛的范围 后期才是江满田村 因为我出生的字 都是写草公坛的 我是在这条村出生的 有六兄弟姐妹 大哥不是之外 我们全部都在这儿出生 Sam哥的父母初来香港的时候 住在大窩平木屋区 因为一场大火 曾经流离失所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 搬来大墓山脚这里 重新开始生活 自己建屋 开田种菜和养猪 是第一代的开芳村民 后来人渐渐多了 形成村落 变成现在有六十多年历史的 光板田村 这里我是花园 我家里是后花园 我喜欢种植物 所以这里种了很多植物 最近也有很多花开 Sam哥八岁开始 就做野帮补加计 做过接近五十行 八十年代初 入政府做种植的工作 因为自小在乡村环境长大 加上从工作累积到的 丰富种植知识 后花园就种了近百种植物 他不单只喜欢植物 更加当他们是很好的朋友 我觉得没有秘诀 一个字 由心开始 你没有心 你看每一件事都不顺眼 我们人和树 是否不可以大家共同存在 其实是可以的 它营生一种植物 或者树 可能有种感官 很个人 可能你看这种东西 我看的东西是这样 要设置去欣赏它 这个是玛利根 俗名叫年生桂子 有条幼虫 可能是金斑碟的幼虫 它是中国奉仙 奉仙是花科的 但是它有个别名叫急性子 当它的种子 在果子的时候 彈开 靠一个弹力彈开种子 就是传软一点 让我们的成果比较高一点 遇到小件或者漂亮的植物 Sam哥都会立刻拍照 存下它们 我通常每天早上起床 吃早餐有时就做这些东西 上周忙的 我就中午后做 主要九成多都是我自己拍的 用手机拍而已 近期我都会把名字在这里 让人认识一下 很简单 其实跟好朋友 四个哈佬, 早晨 没有什么特别意思 就是希望把我自己的开心 和植物有关 带给其他人 曾经在苗圃陪植幼苗的工作 令Sam哥看到植物种子的神奇 因为传播方式不同 所以每款种子 都有不同的外形特征 千变万化 Sam哥说香港植物 大约有三千多种 而自己三十多年来 收集到的种子 就只有二百多种 所以每一粒种子 他都特别珍惜 有空无事 或者自己来不来 我都会找他出来 看看他们 有没有发毛 整理一下他 一手一脚收拾 都是我带他回来 在这里 我觉得跟他聊天 不要说聊天 以为我傻 其实不是 我觉得他感受到我的感受 我就跟他聊天 拿出来看看 就算不聊天 看看他们 拿出来整理一下 自己之后 都会开心 人都会有不同的脾性 等于我两个儿子 一个静一点 一个冷一点 都要摸一下 不同的种子 有不同的脾性 你要知道他需要什么 有时候 有些种子放在那里 够湿度 它会冒出一些冒牙 看到这种环境 我就不会锁住它 拿到外面 种在花盆 或者种在地上 因为种植 令自己得到快乐 所以Sam哥 想用种植来分享快乐 透过资源共享 他把种子分给村民 还教他们怎么种植 希望引渡村民 一起享受快乐 小群 吃饭了吗 你好 吃饭了吗 今晚有没有吃 这个果 对,这个果 倒地林 倒地林 像那种 对,龙珠果 对 这样不是 撕开它 有个种子 是否有种子 是否有种心 对,新东西没见过 是 是 是 送给你 希望你发阳光寨 就种好它 好 超群我认识了几十年 从小到大 这个龙兔珠 名字都很威力 加起来 他都小时候 出去打工 周游列国 见识港博 他的花丝是套出来的 代表他 将内心的东西 将自己懂得的东西 就去帮别人 其次 这个叶本身是个心仁 他做每件事都是出自的真心 所以我觉得这个龙兔珠 代表超群 有些人 之前Sam哥提供了种子资源 但我又很随意地种 例如我想种种这棵 我就在这里挖泥 加些树叶 不要特别加什么肥 我又没有这种东西 最多有时候 用鱼缸的水 淋一下 我们这些就很懒人中法 有时候我三、两种种在一起 譬如这棵 你看到我怎么好像 云七八糟 我又喜欢这样 有一种感觉 就是增严斗泥 其实我没有研究过 是否真的 我觉得这样也没有差 我觉得大自然一个设计师 山竹的台风 那天我还大被蓋过头 我什么都没有理会 我就看看他如何 反而那次 我只不知记得 是绑着一棵树 是那棵椒树 就是那棵椒树吹倒了 其他所有东西都没事 所以我变成很多东西都很随意 更随意 或者叫做有心灾花花不发 无心插柳扭成阴的态度 超群另一个嗜好是养鱼 还利用植物的特性 来帮忙做循环系统 上面这些水草和这些 它有很多根 它生了下去 它就吸收那些 那些鱼的糞便 那些氧分 就是一个循环 简单的就是循环系统 超群华花圆这里有千多条鱼 村民想养鱼的找他就可以 一如将Sam哥的资源共享想法 推荐出去 他现在半退休 比起以前要到处走做生意的时候 压力少了很多 有空就很喜欢修剪花花草草 他说这样可以给自己调整一下想法 思考一下自己的大意义 多数在上面静一阵就坐一下 沉淀一下 释放一下 洗滴一下心灵 慢慢就容易调整到 它的压力指数已经是 慢慢已经没什么 找到自己的释放渠道 养药 种药 种药 这个时刻是对的 你的大环境有疫情 调整到你的心态 理解到生命有罪 有些是植物的 有些是很深层的根 有些是很浅 设计好了 觉得人真的太渺少了 很多东西应该放开一点 屋大不如胸襟大 你已经放开了胸襟的话 在物质上 很多东西不是太重要 龙船花也开得不错 龙差不多端午节了 有没有包种 不如现在的 有些都已经开了 都是四月开始开了 现在可能残残了 植物和人所产生的故事和关系 可能很个人化 但从接触植物所得到的乐趣 就可以无分理我地分享出去 有些街坊来说很漂亮 我说你整盆拿走 我再种过 我有东西提供给他 甚至乎他说 你不用问我 你自己来玩 大家有一种互动的关系 大家共享 开心的 这样分享我开心 Sam刚一出生就住在荃湾光板田村 平日热冲于和邻居分享种植的知识 他说除了可以令村民多了乐趣 有时还会有自己也想不到的效果 你好 你好 阿成哥 是 叫我针伯就行了 针伯 这个就给王奥林种 中国奉仙放在那边 谢谢 分给邻居 其实我们希望 让他们可以多种种植物 不要只有我这里有花 其他家家户户都种了 这个是中国奉仙 这个可能是阿成哥 如果快就不用太多泥土 立刻给他 那连泥土就好一点 阿成哥的性格是坦荡荡 心里没有什么基心 很喜欢帮人 这棵側柄 这种植物 种子拿出来就等于他的心 加上这种植物是长青 形容阿成哥是最适合的 成哥今年67岁 和Sam哥一样在光板田村出生 他说爸爸很喜欢花 所以妈妈就在家周围种了很多植物 他记得以前餐桌上面 久不久就有爸爸最喜欢的玫瑰花 家门口现在还有爸爸妈妈种下的 茉莉花、九里香和黄皮树 几十年来每年都有花香陪住 还有黄皮吃 不过这三位植物朋友 之前就没什么精神 幸好有Sam哥出手帮忙 之前陈先生就说看到他好像被虫柱 还有上一年多会枯萎 就建议我收一收它 哪些位置枯萎的就剪掉它 听他说 收剪了之后 又再召新的枝出来 畢竟是爸爸妈妈已不动落 就由它继续生长 当然它也生得不错 我觉得这棵植物值得保留 而且加上有历史因素 不是 情意结 情意结 所以这个可以传承下去 幸好没有脚掉它 接着就生个儿子 现在见它 继续有些新的练叶标出来 很开心 如果我妈在山一定很开心 Sam哥推介的刀手香给我们种 它也很粗 我们稍后就拿杜手香 去廖山超群哥给它煲海鲜汤 希望它煲好之后 就招呼我们的朋友吃一餐 很久没拿这个杜手香煮的 很香甜 你要介绍吧 对, 好 一定要冤枉它 那你出洁豉油, 它出鸡 是, 你出两滴豉油, 它出鸡 对 小群 你好 你好, 你好 老板 成哥有点好东西给你 好, 谢谢 Sam推介 找你拿来煮海鲜汤 真的多少 三分之一就不够了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对 蛋不要放, 放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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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可以有用, 放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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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很容易生 放叶子 他们这餐加近200岁的海鲜汤活动 听起来都很吸引 其实种植除了可以有得吃 如果有多些村民和义工的帮手 可以很多种植地方 植物多了, 昆虫又多了 就可以增加这村的生物多洋食 可惜因为受疫情影响 现在欠缺打理 要再努力过 才会见到以前的百花盛况 这里就是百方圆 现在站在这个地方 主要是种植物原植物 和一些寄主植物 好像身边的茎铜 就是蝴蝶, 很喜欢采花蜜 当时一起修整百方圆的小苓 之后就在自己家里开始种植 他的花园种了近30种花 而开花很多有坑位的花猫 就是他的最爱 由Sam带领了我们去种百方圆 我就看到很多植物都有药用价值 自己有药用就觉得自己很得益 Sam哥选了滑鼠尾草代表小苓 因为他善良细心 做人光明磊落 而且热爱家庭 有能力带领一条村开拓未来 这个我们叫金鱼仔 金鱼仔 金鱼仔, 金鱼仔很漂亮 叶子的表面是绿色 有点红色 开花就像金鱼那样 对, 真的很像 可以给一点点, 我回去种一下 好… 练泥练东西 把叶子包住 好 十几年前开始 村民还和团体合作 善用光板田村充满大树菠萝的特点 每年搞一个大树菠萝节 透过活动向居住在城市的市民 推广村落文化和历史 而当中就有一个村民会变成王子 每一届都担起推广的大旗 因为在村里, 他种了最多的大树菠萝 大树菠萝王子, 盐先生 以往大树菠萝节 他那里必定要去的 王子说他想坐在这张 有六十多年历史的椅上做访问 当然了 一坐下, 他还叫我们猜他有多少岁 六十? 再说 七十? 再说 八十? 八十二? 我初初上来这里 十年后已经开始种 我来这里成四十几年了 以前这里有人在这里 买到一盒来吃 吃, 给了一粒的我叫孙女 我吃完一粒 一粒我就爬上山顶 种了十几年 一粒扔一粒 就变成山都变成了 最初没有猴子的时候 最少是一粒的 一粒大树 起码有十几二十个 几十个 现在不敢吃这么多 以前我喜欢吃的 那粒是淋身的 现在我这粒是硬的 后面那粒是越淋的 那粒是糯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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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子 为什么每一届大树 菠萝节 你都这么开心 还可以吃 还可以让人去摘 你摘得开心 吃得开心 拿得开心 以前摘身很大 很重 很难拿 几十斤 以前我自己 可以爬上去摘 那时也没理由 现在我也爬不到 上去 我都没理由 脚也不方便 心脏也不方便 人脑气力也不方便 我私大问过他 搞得到当然好 不过就要找多些年轻人 出来帮忙 去做这件事 他说年纪大了 现在做不到多少东西 是 他招 我本身 都会 如果有这么长命 都做不到那件事 所以真的要一代传一代 要传承下去 否则就断了 你希望大雪菠萝节 继续搞下去 希望多些热闹一下 各晚前面也 威心一下 村民各个都要找一下 有 除了王子有担心 其他村民各有想法 现在看疫情 好转的机会 好像还是翻翻覆覆 相信今年搞得到的机会也很低 差不多我们家家户 门口也有一棵大雪菠萝 所以我们想介绍 给城市的人 看到我们种植的成果 开心 好嘛 顺便认识我们村的种植文化 積極去做 或者去想 保住 積極面对困难的态度 希望 可能透过一些活动 做一个年轻的团体 去接手 将我们非原居民村的文化 一些特色的东西 可以传承下去 都会努力 虽然是有困难 虽然前景困难 慶恬Sam哥二十多岁的时候 遇到罗文的一首歌 《红灭》 歌词令到三年内 先后痛失爸爸 和哥哥的他站起身 继续他的人生路 八十年代的时候 也是我人生的低谷 当时我家在三年里 就走了两个亲人 一个是我哥 一个是我爸爸 要肩负起养家 弟妹四个 在那几年 牙齿吃牙根 有苦是自己知道的 不可以和别人怎么分担 于是我就遇到 罗文首歌《红灭》 写的歌词真是很好 他说棵树够直够高大 就向上生长 他不要管旁边的东西 他也不会理别人怎么看他 以前也有些人看低我们 我们不要理别人 做好自己 终于都会没有出头来 看到Sam哥的故事 大家都不妨试下 建立一个你和树 或者植物的故事 发掘出自己的意义 我觉得我们做人也应该是这样 就是木棉树 不要小小东西 就放弃 就放弃 要整住 先喝口水 是 很紧张 大哥 有 我尽直无偏应庭好榜样 有上尊雄心 堅决争光 结面自这封票 四方树苗坚壮 中文字幕 李宗盛